據官方通報 9月14號 大連市新增6例無症狀感染者 不過中共一貫掩蓋疫情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通告稱 9月13日起 大連西港區和高新區 繼續落實人不出戶 人不出小區的規定 中山區沙河口區和甘井子區 7日內有陽性病例報告的小區 也繼續落實人不出戶 人不出小區的規定 卻根本都顧不來 當上不分的 網上視頻顯示 大連的安保和警察 正準備對甘井子區山東路一小區進行分控 另一視頻顯示 大連市封街道封小區 千山新城靜惠街3號樓的居民全被拉走隔離 還有一視頻顯示 有不少人突破關卡 衝出一小區 但不確定地標 有人說是大連市第三人民醫院或第51中學 對面白雲高中 甘井子區一居民表示 9月1號被封至今 經濟全垮了 目前物價很高 錢不當錢了已經 清潭的記者陳傑、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